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谁与真风我是王峰 我们上一回啊 这个聚焦中国可以复制 美国的独霸模式吗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述啊 我想之所以要讲美国啊 我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说 他三之十可以攻措 用别人的成败 可以来看看自己要怎么样 迈向成功啊迈向成功之路 所以这一期节目啊 我们既然讲美国 美国军政领袖 他决定美国的一个成败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他就是使美国能够从20世纪 延续到21世纪一直延 一直绵延了100多年 他的一个霸业啊 就是这个或者成为帝国主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马汉 那这个人跟这个电视剧里面 王朝马汉那个绝对是两个人啊 这个马汉是一个熊涛大略 他的全名叫阿弗雷德赛耶马汉 当然英文名字是比较长的 而且他有middle name 那这个马汉他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海权论 海权论啊 我们上期节目我们讲过 老罗斯福提出的胡萝卜加巨霸 他的一个政策 老罗斯福其实就是受到马汉的耳濡目染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马汉大概平常跟他喝咖啡或者吃牛排 吃饭聊天的时候都在跟他宣传他的海权论 马汉比老罗斯福年纪大18岁 马汉的父亲呢是西点军校的教授 马汉是在西点军校呱呱落地 是在那边诞生的 所以他应该称为西点军校之子 他先读哥伦比亚学院 但是呢他脾气很怪 他老爸叫他读西点军校 他就是不念西点西点军校 他去念另外一所军事院校 叫做美国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 他以第二名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之后担任美国一艘炮舰的舰长 在46岁的那一年 他担任了美国海军学院的院长 他之所以一炮而红当然是跟打这个美西战争有关系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老罗斯福是海军部的副部长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跟老罗斯福 马汉跟他变成一个非常密切的朋友 老罗斯福受到马汉 他的这个影响呢 在这个前任 在前任麦金来总统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政策 的时候呢老罗斯福继任以后 这个对这个麦金来的这个海军政策继续发扬光大 因为麦金来的政策就是在落实马汉的政策 老罗斯福又是马汉的好朋友 所以更是啊把这一个马汉的海权论啊 落实到淋漓尽致 马汉的海权论啊 我们简单的来讲 因为理论是非常硬的东西 我们只用非常轻松 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说 他的海权论就是美国的国防安全 跟全球战略啊 做一种铺陈啊 做一种安排 马汉啊告诉罗斯福啊 这个海权啊 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那积极面来说呢 海权是控制了全球的重要航线 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啊 所以美国呢 一定要建设足够强大的舰队 来确保美国的制海权 并且呢拥有足够的港口跟商船 来配合啊 这个海军的力量 来确保美国的强大的 或者说是巨大的 全世界的这个利益 那在消极面来说的话 马汉是马汉告诉罗斯福啊 你如果这个海洋的军事安全 能够确保的话 就可以让美国免于受到 这一个本土作战的这种危害 所以马汉的这套讲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 美国立国240多年以来 有没有一场重要的战争 是从外国一直打 打到美国本土的 大家想想看没有 这就是马汉的海权论 让美国免于受到外国的侵略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马汉建议美国政府啊 应该建立远 这个非常强大的远洋舰队 美国应该先控制加勒比海地区 还有继续呢控制 中美洲的地匣附近 就是现在的这个巴拉玛运河 这一带这个水域 然后呢再进而控制 全球其他的海洋 那老罗斯福呢 是听从马汉的建议 开始建立一支美国海军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舰队 这个强大的舰队 有16艘舰这个船舰所组成 可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所有的海军都是灰蓝色 可是这个舰艇都是灰蓝色 可是美国的这个16艘军舰 这一个老罗斯福跟马汉 决定把它全部用油漆漆成白色 所以这一个舰队又称为大白舰队 这个大白舰队的成立啊 意味着美国从过去的一个内陆国家 或者是潜水海军的国家 潜是深潜的潜啊 潜水海军国家 潜入南水海军进入一个远洋海军的国家 这一支大白舰队从1907年啊 1907年的12月展开环球之旅啊 展开环球航行 1909年的2月啊 绕地球一圈之后又回到美国 这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美国具有向全球投射兵力的能力了 这个时候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真正的 名副其实的全球的海军 美国也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两洋国家 他同时可以在太平洋跟大西洋两面作战 马汉的海权论主张经历了三任美国总统啊 三任美国总统的锐意建军备战跟建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美国已经实质上成为世界的新强权 欧洲旧大陆的传统强权 已经被美国默默地赶超过去 一个新的帝国主义产生了 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取代了旧的帝国主义的军 这个军事强权 所以在这个军备竞赛的过程当中 从一战到二战 人类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死亡游戏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 在美国两百四十几年的历史当中 只有16年 美国没有打仗 所谓打仗不是打他的国内的战争 不是打内战 而是打海外的战争 打全球的战争 换句话说全球从美国独立一直到现在 打了两百多场的战争 大小战争当中 美国可以说是无欲不已 而且他每一次都是重要的主角 或者是这一个发动战争的人 所以我们从以上可以得知 美国的一个崛起 他是由几位雄才大略的军事领袖 再加上他自己国家的综合国力 共同促成的 谁与曾丰 我是王丰 我在无色觉醒